明朝天顺年间 江西南昌府新建县 有一个秀才 姓时名声 婊子大来 祖父都是儒家出身 娶个妻子万事 那时 大来虽然宝学 屡次考优等 却家中贫困 这一日 恰是利米快柴也没有了 万事对丈夫 家里已经没吃的了 你出去问问看 是不是能借得几生米来 过了今日 到明日 我有替人做斜角工钱送来 接着祸可言矮的十来天 你看何如 石大来硬道 哦 急忙走到厨房里 思量大盆热水 洗了面 才好出门 哪知道 柴也没一块 冷锅冷灶的 他看了如此光景 觉得难过 只得低头往外就跑 原来 石大来一时答应妻子 却不知道问谁去借 想一想到 广润门外有个表姨 有个段时间没有往来 问他借点把银子或是啃的 才举角走了十数步 又想到 不好 那一副是市井之人 他负我贫 时常嫌弃我 今天他万一不借给我 反要受一肚子气 又走了回来 又站住想到 张江门外 去年有个学生家 他过还可以 又想到 也不对 他也是因为缺钱 才辞退我的 今天又去借钱 我不就成个 不知趣的人了 又走了回来 一头走一头想 想这家 想那家 也不知来回走了几个时刻 还不曾出那十数步之外 却不妨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手里拿着一个碗 碗里有些少油 走来一下撞在大来身上 那碗当的一声 在街上跌碎了 孩子家哪里管他 一把扭住时 大来要他陪 时大来一时摸头不着 急了道 你撞得我 如何叫我陪 那孩子眼泪鼻涕地哭着道 你不还我 我也回不得家 我捅你去死吧 一时间 就围了许多人看 那众一个道 这孩子打掉多少东西 哭得那么凶 孩子道 我来买一个前油炒菜 他连碗替我打碎了 又一个对时大来道 你既然打碎他的 约莫还他些吧 时大来道 我是本府学理相公 其实身上不曾带有钱 若是有时 莫说一文钱 就多些也还了也 又一个道 你既是相公 走路应该思问些 为什么打碎娃娃家碗 难道你也是个娃娃不成 那孩子扯住 死也不放 要陪游陪碗 这些看的人 又七嘴八舌的 弄得各时大来 真不得假不得 最好有个地洞钻进去 这是来了个大汉 走过来 分开众人 将兜度礼钱 抓了一把 对那孩子道 你拿去 然后一把扯了时 大来就走道 相公 你随我来 那些人中分散去了 这时大来已经头脑发昏的 信教随着大汉 走到个大酒楼坐下 大汉叫了酒来 时大来这才略定了神问道 壮士何人 这般错爱 那汉道 我乃北之人 有些公干 在这楼上后卫朋友 来早了 就看见先生 在这街心里走来走去 连我也看得不耐烦了 我想先生心中必定有事 正要下楼借问 没想到天出这装饰来 请问先生是为何故 时大来不好意思说 只得含糊道 也没什么事 只是想去看个朋友 闲谈一会儿 那汉道 大丈夫一言相的 此头可断 国有大事难决 我也可出个力 先生这样相瞒 太小看我了 时大来听的 心中愧疚 便道不敢相瞒 学生家中贫困 柴米巨无 刚才是想问几位亲友 借怠些虚 肚此其穷 心下正打电不定 又遇着那个孩子 爱 说吧 眼泪酸酸欲下 那汉点了点头 叹口气道 天公也安顿太不云些 遂大声道 我说有怎样大事 原来只为这点小事 只是我还有点急事 不能相陪先生了 把手向胸带一摸 拿出一封银子 当的放在桌上道 我今天只带些 买点新吃的银子 先生不要客气 又回头道 先生慢慢放心 吃酒窑的账 我已结了 说吧 竟飘然下楼去了 这时大来正要推却 才带开口 他已到了楼下 时大来大声叫道 且住 请问高姓大名 那汉一面走 一面答道 我别好疯然子 才听完这一句 再忘不见了 时大来的妻子 在家正饿着肚等着 直到下午 只见把门一推 时大来红了个脸 笑嘻嘻地走进来 万事问道 你去借了多少东西来 时大来道 哪里借得分毫 万事道 既不曾借得 为何回来那么晚 还好像喝了酒了 时大来把那封银子 扑通地往桌上一放 将日理所欲之事 一五一十对妻子说了 然后买了几袋柴 单把米买些盐油菜蔬 又买些酒肉 与婆子开开婚 请客间 屋子里热闹哄哄的 却似添了许多人一般 夫妻两口 说也有 笑也有 不似早间十分凄计了 时大来手头有了钱 把之前当了的绸道袍 熟了出来 路上只听得背后人叫 回头一看 却是个熟人 叫做旅游之 他便站住等他 只见旅游之赶上说道 大来 现在有事做吗 时大来说道 正闲着 旅游之道 有个广东潮州府太守 周伯了周头去上任的 要在本地请个募宾 前日 风吹到我耳朵来 我欲趁此赚几两银子 一连走了两三日 静寻不见个相识 你若空闲 肯做此事否 时大来满心欢喜道 地是在行的 旅游之道 既如此说 你且回家 我去就来 过了一会儿 旅游之同一位穿轻衣的 拿了个红铁 又是聘金六两 一个风儿 对时大米道 一说极妥 每年奉金一百二十两 先给一半安家 后日早开船 现在就请你去面会 时大来收了 急同两个人到船上 那知府见他一缕干净 言辞简雅 并无他话 直到早些收拾 明日午后就要开船了 随风了六十两奉金送来 时大来收了 才打发人出门 旅游之早到 当面开封 取了两包 送他作谢礼去了 剩下的交付给妻子 次日 收拾上船 第二日吹打起行 一路来 过了南安 又找了挑夫马匹过岭 原来 这知府信任 贾克出身 是个急贪的官 他财运颇亨 管粮抽税 加三加五 又搜客了无限银子 得知潮州是个游水族的地方 就谋了潮州之府 随任的亲身 也无多人 只有一个夫人 一位小姐 小姐名唤塞尔 意思比儿子还塞得过 那小姐不仅长得漂亮 实践也超长 一直鄙视父亲的作为 经常给父亲建言 这知府很不以为然 也不甚欢喜他 他来的是两只大船 船内堆塞满满的 那日 挑夫过岭 大蛋小蛋 排满了一条长岭 那时 行力在先 夫人小姐居中 他一成大叫 压扛在后 呼听一声哨响 几只柳木剑已到面前了 一骑慌张站住 只见十来个好汉 将行力赶着就走 又叫道 这样贪官 绑起来杀了罢 一时间 将任之府绑起来 十大来乘个兜子 正在那岭上 慢慢地走来 确报前面被打劫了 十大来吃了一惊 连忙赶到前头 高处一望 那有一个人道 原来十相共同来的 放了他爸 一时间 好汉都散尽了 那知府被众人解救起来 行力资重都没了 连小姐也寻不着 知府道 是才分明听见 强盗口里说声 十相公 他原何认得老实 今日若不是同他走 这性命休了 岭上也难久住 且先到南雄府 再做礼会 不时 到了南雄 因不见小姐 心中暗问道 这强盗 打劫我的钱财 连我女儿都打劫了去 又想了一想到 有了有了 强盗继任的老实 何不拷问老实 女儿自有着落了 此时就忘记那救命的时候了 次日 亲自拜南雄之府 把事情说了 又到别的都吧 只是小女要紧 我认为是请来的 木兵和贼寇联手 劳烦大人 将时大来言行起来 不怕他不招 小女得去诸妇还 追来赃物 一概奉送 辽作愁谢 南雄之府谢道 领教 断步辱命 原来 那好汉说的这句话 只是知府听见 石大来在后头 并不知情 等到任知府 拜南雄府回来 石大来迎着道 拜了太尊 就该相反击捕才是 任知府昂昂地道 不用击捕 也访得有七八分了 说罢 就走了进去 石大来直到他心下痛伤 故此美好相待 正待回头 忽见如狼似虎一般人 跑进来将铁锁 望他颈上一套 拖着就走 石大来惊疑不绝 对众人道 你们奉那个差来的 休这等放肆 我是任太爷请来的相公 众人道 就是请你的座员告礼 石大来道 这是从那里说起 众人拖得拖 扯得扯 道 去到那里就晓得 石大来不知旧理 还期望任知府会来救他 那南雄知府时时生堂 看着石大来道 好个强盗木斌 石大来直挺着道 强盗自强盗 木斌自木斌 为何两句做一句说 那知府道 任太尊好意请你 道通了强盗劫他 劫了财宝去也罢 为何连小姐也劫去 想是被你这嘴眼看见姿色美 娶她个压债 这样看来 做官的在谁敢去请木斌 快替我加起来 石大来道 有何凭据 平白冤人 知府道既然不是联手 为甚强盗认得你 石大来道 谁人听见 知府道 自有人听见 你只快快招出这般人名信 我家 追得赃物来时 我便做主释放你 石大来道 青天白日之下 赴此其冤 宁可死作怨鬼 到阎罗处申诉 没有人招的 那知府指望追来赃物作谢礼的 哪管冤枉不冤枉 顿时大怒 叫加起来 众议一起动手 瓶瓶瓶瓶瓶 敲了无数 那知府见他初次不招 只得教道 罚奸再审 就着人报任知府 任知府又亲来叮嘱一番 才别了上任去 其实梅岭上打劫的就是 丰然子那般兄弟 那丰然子其实是个大道 虽是大道 却也是个劫富济贫的大道 应见了时大来 即引人回转 回到大营 只见门首有顶轿子 问道 这是何处时来的 那些人道 就是那贪官的女儿 丰然子道 谁叫你们抬来 不曾羞辱她吗 那些人道 不曾 丰然子急来见小姐 作一道 小姐修经 我因在静安县访的令尊之下 百姓接怨 此时就怀个未明除害之念 近日 听说她声转朝周 见她行李雷雷 就此动了念头 又因见了时秀才 我想她是个正人君子 若是同趣 或有机会让令尊改邪归正 不想众弟兄们不知我心 又惊动大驾 小姐切勿惊恐 明日定送回南雄去 小姐败谢道 若得重还 便是重生父母了 丰然子即将小姐安顿洁癖房里 拙人看守 过了夜 此日 雇了本地人抬轿子 又前几个的当人跟颂 那小姐暗道 天下有这样好强盗 还肯放我转来 正是那时先生如何与强盗相知 难道他也做强盗不成 方才说我父亲的话 句句属实 这又是正人君子 这等看来 又似不曾做强盗的 为何强盗里面这样敬重他 一时间 那一行人把他送到了南雄 即回去了 任小姐自家出来 禀了知府 知府叫船送到潮州 还拙人跟去讨回话 这般人回债 封然子问道 送到了吗 那般人道 送到了 还打听一桩好笑的事来 你来看一看 封然子盲打开来 却是一张告示 上面写道 正堂委小御事 照得潮州府正堂任 带领家眷妇人 道经梅岭遇到 截去行李资重无算 并掳去小姐一人 不知下落 进访的戏道首十大来 沟通线索 表里为奸 已经捉获 严审成招定罪 四祥各县外所有余党 如有之风来报者 关给赏银五十两 躺窝主固行抗逆 访出一体重处 绝不孤待 特使 封然子看完道 是我害了他 他做秀才的人 如何惊得起 愁愁了一会 道 有礼有礼 随传奇那般好汉 一起拢来 道 我有句话说 众兄弟一定要依我 梅岭那装饰 我们得了东西 犯了事 大丈夫自作自当 伸个井子 凭他去砍 有什么忏悔 只为我不该失措 说了一句活 白白献了十秀才 我们享福 叫他无辜顶口 不但心下过不去 无礼也要明白 依我说 除非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救了他出来 我就死也无愿 众兄弟扶持我去走一遭 众人道 这甚大事 但凭分腹 次日 各藏短谢 你装卖药的 他伴送柴的 个个进城安下 丰然子又对众人道 可笑男雄斧 也是一样糊涂的天下 岂有同事到火里 肯向人面前说出名姓来的吗 这等人 却也亏他中了两榜 还有面孔做官 我如今救了石秀才出来 再将这迷糊盘也打碎 芳霄我恨 众人齐声道 是 待到晚上 发一声喊 取出气泻 劈开间门 丰然子当先 寻来寻去 才寻着石大来 却是家坏的脚 着一人背了他走 此时 因救人出城 就不曾进府门去了 一行人拥了出城 连夜奔走到了五十里之外 方才住了 僵石大来放下 丰然子向前道 石先生 累你受苦 石大来才把眼睛睁开道 有末世梦里 不然 如何得到这里 丰然子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石大来道 却怪不得老任 你也不该掳他女儿 丰然子又将送女儿室说了一通 石大来道 你既做了圣贤的事 我就为你死也甘心 只是祭救我出来 难道叫我也做这道路不成 丰然子道 这也不劝你做 你读书人还望上进 此处非久住之地 天也快明了 我有一百两银子在此 你可拿去做盘缠回家 速往他处 却不可单个误事 石大来接了银子 掉下泪来道 蒙恩兄这般看骨 生死骨肉之恩 何以相报 丈夫有心 肆以一日罢了 此时也说不尽 那丰然子杀人不转珠的眼睛内 也掉下几点铁泪 道 前途珍重 我不能酒坛了 说吧 茫茫去了 石大来举眼一看 那些人已不知走去了几里 他慢慢结束停档 缓步前行 身边有了盘费 胆子大了 心下时时提念 丰然子真正一霞 感叹不尽 那南雄之府一面将劫狱事情 提交上司 又一面宜文朝周府去 照会那边 回文纪时大来是南昌人 于是又一面宜官提到江西 又一面秉了府岸两院 请宜文江西两院 知会合脚 四下布置已定 指望提到石大来 却说石大来加损的脚元气未复 一路盘废有余 慢慢夺来 在路上整整走了各把月 那日进到望见南昌城 想到天色还早 在这里多歇一会儿 傍晚才好到家 没想到冤家路窄 一头撞着旅游之 石大来忙把头一低 旅游之已看见了 便道石先生你做什么 何时回来的 石大来道 我如今才到 尚未回家 旅游之想一想道 哦 还未到家吗 为什么不在那里多住年吧 石大来道 不瞒兄说 我初识同老任颇野香的 不期他道任上 贪婪无厌 他不听我见 我也不能自容 只得辞他回家 旅游之道 这等说来 他家下人口无恙否 可曾送些盘费于你 石大来道 潮州富庶之邦 家下人有甚不快活 若问盘费 却无好理 他来辞我 或者还有些 是我辞他 如何好问他讨盘费 旅游之道 依你说 道是难为了你 石大来一心要赶进城 对旅游之道 我匆匆来口戏剧 明日来凤旺吧 旅游之道 我也要同进城 一起到路口分别 石大来取路回家 敲门见了妻子 万事道 我说你去多则二年 少也一年 为何这么早就回来了 石大来道 一言难尽 且关了门 浊江从前世细说一番 万事掉泪道 这等你是死里回生的了 如今还是怎样 石大来道 丰然子临别 送银一百两 一路来废去有限 我亦将银子分一半家用 携半座盘废 往他处躲过结石 等着风头过了 再做道理 正在不胜情处 只听得外面有人轻轻叩门 万事道 是谁啊 外面人道 我是林佑 特来借个火种儿 万事道 这时节 还来讨圣火 石大来道 邻居家 不好意思 点个与他爸 门栓才拔动 外面人一脚便踢开了 一时间 挤了无数凶神 那些人见了石大来 挤铁齿打倒 这个就取铁锁 把向上套了 那个变下了锁 七手八脚 把个石大来四马船提 吊江起来 万事只认作强盗打劫 他大声喊道 四邻八舍 快来救人 强盗在这里杀人里 那中一个将万事 披面一催道 是拿强盗的 石大来道 你是哪个衙门拆来的 为了什么事 那些人道 南昌府太爷拆来的 奉了府岸两院的批文 抓那南雄劫狱的强盗 万事见说着 实情 扯着丈夫 呼天叫地 痛哭起来 石大来道 孽障到了 该见你一面才死 哭之何意 天明 那些人道 休要推三阻四的 快被下马犯和差钱 这时只见旅游之推开门叫道 石相公在家吗 那些人道 官府办案呢 没事快走开 旅游之看了 故意劝道 向公家自由体面 且放下来讲理 那些人道 休说放的话 旅游之走到时 大来耳朵边道 这些人样状 你需设法打发他 石大来道 银两在我老婆手上 劳烦你帮我打殿下 旅游之万事道 你相公刚才对我说 有许多银子在你手里 叫你都拿给我 让我做个法而放他 你快将来 不可自悟大事 万事此时心慌缭乱 就把封燃子那包物件 意其地于旅游之道 旅游之道 旅游之千万设个法而 救他一救 旅游之接了银子 对万事道 我且拿去讲讲 若是不够 还要你添歇 转身对众人道 放下人来 百事都在我 众人会议道 强盗是放松不得的 看旅哥面上 赞宽宽罢 解下吊 透吼锁了 派两个人把十大来尖压 旅游之抽了三七头去了 次日早堂 这知府看见拿到 上堂问道 既打劫 又劫狱 好大的手段 你且招个人来替你 你未必救死 本府可替你做主的的 十大来指得道 死情愿死 没有人招的 知府大怒 叫加起来 又敲了一百 十大来死而复苏 只不肯招人 知府道 且计奸 又吩咐进子道 你晓得是结过狱的 道贩吗 进子道 理会的 将他放重奸里 那旅游之还放他不过 买了些酒肉 假尽奸忘他 此时相供这样苦 受不过 小弟买得瓶酒 时来望你 时大来道 谢谢你了 旅游之 灌他几杯道 你听得官府 昨日的话吗 你肯出的 几两银子 我替你寻个门路 早晚得松动些 时大来道 到此田地 岂有满你 只得拼了这条命罢 旅游之 假意又灌几杯 出来又来对万事道 才到间中买瓶酒 见了你相公 他实在打熬不过 叫我对你说 再拿些银子 让我送进内去 早早救他 万事道 前日只得一封银子 我都递于你 家中柴米俱无 我丈夫没法救了 嚎啕一场大哭 旅游之 看看没有睡可拿 也就只能走了 这是万事只听的 街上人乱哄哄说 暗怨来了 万事想到 银子没有 难道看丈夫死不成 死马做活马医 恰才说暗怨来了 我写张状子去 耗个冤 有些侥幸也莫可知 马上托人写了状 跟到衙门口 那时地状的人虽多 万事哭得欺怯 暗怨叫拿上状子来看 大怒道 这是强盗 劫遇重大事情 还有渗渊 僵状一丢 贺道快打出去 手下人扶得扶 推得推 把他赶出来 万事道本来伸渊 反受这场羞辱 要这条命何用 勉强回家 一头走一头哭 一路哭来 只听的后面人叫 妇人且住 我有话问你 万事回头 只见一位大汉 胡子甚长 赶来只得立着 那大汉道 你是谁家宅卷 哭得这杯切 万事道 切夫姓时 有重大冤枉 暗怨下马来 递之状子 不想状子不准 还把我打赶出来 寻思无路 所以痛苦 那大汉道 这不准的状子 你还要他吗 万事道 废只要他作甚 大汉道 你记不要 把来与我看一看 万事递了状子于他 依旧哭了回去 过了两日 暗怨一脚文书 打到南昌行厅 行厅当堂拆开 是批来一张状子 丙状妇万事 为呼夫起死时 批道 时大来为属 南昌府学生员 已经查阙 节道戏阁省封闻 赃政无据 养该听戏神 宝侯报 行厅立刻告知知府 知府想道 这强盗果的神通 那边劫狱走了 这边又打通暗怨 这家人急富可知了 等到暗怨走了 再抓了他 还怕没有税可拿 只得将十大来 送到行厅 行厅略问道 你可是南昌生员吗 十大来道 范生某年进学 某年科举几次优等 对答如流 行厅道 既是秀才 缘和不谨慎 列明盗贼党中 你造化了 暗怨开示你了 可有的当宝人吗 十大来未及回答 两边躁立吆喝道 问你可有宝人吗 门外一个人 进来跪着道 小的是本方总甲 情愿宝他 行厅道 上司人犯是要紧的 那人道 小的叫做钱可通 老爷要人时 呼唤小的就是 递了宝状 赫生出去 钱可通将他背了 送到他家门首 敲敲门道 娘子开门 你相公回来了 万事里面道 你是什么人 敢来取笑我 十大来道 我当真回来了 万事听见丈夫声音 急忙开门 压道 你缘和得放出来 扶了进屋 十大来道 大事其事 行厅调我出奸 说是暗怨开市了 你可烧住香 答谢天地祖宗 再住在那暗怨 万事道 我前日往暗怨告状 还把我打骂出来 今日为什么忽然有此恩典 十大来道 去告状不要钱用吗 万事道 那还有钱用 你来的那包物事 都给了姓吕的去了 后来又来问我拿钱 是我回绝了他 十大来道 莫说姓吕的罢 原来这场事 都是他弄来的 虚于天见黑了 又听得有人轻轻扣门 十大来吓呆了道 切不要轻易开门 前日阴夜里开门 惹这场大祸 今日又怕还是那起的来了 万事也不敢作声 外面扣门得急了道 还不开门 我是疯 十大来道 或是疯然子来了 快些开门 急忙开门 几见疯然子走进门了 十大来道 果然恩兄来了 疯然子道 特来贺喜你 十大来道 自从别后 一路无事 谁想才到家 遭这场风波 幸遇着怜悯暗怨 把我开誓 这才是神明父母 疯然子道 哦 果然神明 十大来道 我连遇几个官府 那个不敲家 要招党羽 虚所银两 若非遇着这官 就也不能与你相见了 可笑行厅叫保我 正无头脑 又凑去遇着一个人 情愿保我 又背我来家 钱也不曾谢他一文 命不该死 处处巧凑将来 恩兄 这不是天地间奇事吗 疯然子道 果然这般凑巧 看他把胡子抹了一抹 笑了一笑 道 石对你说吧 我来会个朋友 在前日那洒楼上 只见尊嫂提哭走来 我就也疑心 细听他 他说的却句句似你 我只做故意问他 当晚送了二百两赤金到暗院 那面回出 明日听发放 又把了十两银子 与钱可通 并打电衙门 伺候领宝 你说得凑巧 清廉 如果都是这样 天下早已太平了 我被从何处站脚 你懂得吗 再莫说书呆的话吧 石大来才如罪利行 起来败谢了 疯然子道 我晓得 你还未吃饭 我去就来 不一时 只见送了两袋东西 却是两只蹄子 两只大鸡 一尾大鱼 一方羊肉 又是一坛酒 并那些柴米小菜 疯然子道 快叫嫂子烹调出来 与你做长夜之饮 过了一会 热伤伤地排满了一桌 两个人横吞大嚼 疯然子道 酒够了 且讲话着 你如今拖了难 还是怎样 十大来道 正在此想 家无分文 没有计策 疯然子道 暗怨不久要走 这些人肯定还会再抓你 我看你立心忠厚 将来定腾达的 你可速往西北边去 改名唤姓 图个上进 躺得祭遇 任你天涯海角 我也来与你相会 将腰边一摸 拿出一包银两 放在桌上 道这是一百两银子 将些安家 拿些去做盘费 明早速速走你的路 我去了 前途大家珍重 十大来正欲与他商量详细 他压得一声门响 几字不知去向了 万事初来道 丰然子见识不同 定要依他 十大来道 怎不依他 先前愁没银子 有了银子 就是仙丹 只是我与你才的相逢 早又别离 你嫁我这样丈夫 推难为了你 万事安慰了他 烧水与他喜悦 取出几件衣服换了 收拾铺盖 又将银子也分拨了 结束停荡 趁了南京回头船 各自撒了几滴眼泪而别 十大来到了船上 好睡觉地方江阳几日 又是个样子了 顺风顺水 到了南京 十大来道 久闻南京名胜 都不曾到 且由他几日 再图前进 将行李寄在饭店内 换了一件道袍 往大街夺一夺 又到 报恩寺是个好去处 不免到那里一游 问路到了报恩寺 看见一个和尚 在那里说平话 他心下无事 站在人丛里 似听他一回 那说的事件新闻 是扬州张文秀的故事 说他如何受苦 怎样被查 他却想到自家身上来 道这样苦也还算不苦 如我才是真苦力 听得会心处 忘记回来 只等他说完散场 他方才同众人一起散了 回到店中 吃了饭 正待上床 脱下衣服 只见腰里轻了些 摸了一摸 银子不见了 又到 或者收在背囊内 不曾戴在身上 又打开背囊 抖了几抖 哪里得见 将裹脚刃一刃 有一条刀缝 直顿脚刀 喝呀 原来听书时被偷去了 一夜里 哪里睡得着 想到 丰然子如何嘱咐我 叫我前途珍重才是 如今却怎样办 四早 只得将那棉衣 卖与店家 算还饭钱 还找得七八钱银子 走到山东地方 此时盘费一里也无 又是龙东近年时节 身上只得一领盗袍 日间准衣服 夜里就将准备 时大来在无可奈何之际 只得拖大意上了饭店 说到年节近了 我借这里住几日 过了新年再去 店主人道 但凭遵义 只是年到岁壁 要先借两把银子 狄仙米才好 时大来道 身上却没有银子 但我略住两日 设法于你 店主道 我看你像个读书的 你写的字吗 时大来道 这是怎么说 店主道 你刚才说没银子 我这地方少个写春联的 你若写的字 胡乱弄之笔来 一日到可以赚得些饭钱 时大来道 说得有理 就像主人借了一管笔 写个招牌道 代书春联 虚余之间 一般也有人拿来写的 那日就赚了四五百文 次日来写的又多了 果然 北方人朴实 就有一般读书的 哪只要他写单条 他也大着胆子 不论多寡 拿来就写 那些人嘖嘖道 好个蛮官 写的庙里 到了二十六期 哀年时节 铺子都挤不开 连那买饭吃的 都拿在大街板凳头上做吃 让他写字 约莫也赚了十几罐钱 喜得时大来了不得 却说东昌府有个贤著相患 姓袁 这人袁任太长四卿 阴谈了王振一本 挂官回来 指下却也宽恩 与他一个霸贤名色 这袁公虽是霸贤的官 却是谏言 回来不比别样坏似的 名声赫赫 经中相礼 谁不敬重 他闻得人说 有个秀才写的好字 因领了儿子 一来接上咸行 二来就看那写字的 原来他儿子叫做袁杰 虽未进学 同声对立却也算最通的了 两父子走到饭店门口 看见写春联的甚多 他接过一看 道 字虽不甚节恋 却也算写得的了 虚余 袁公挤进屋来 对时大来道 请了 店主人道 袁老爷也来了 贵人怎踏见地 时大来料是个大佬 连忙整衣 做了衣 袁公道 妙做好兴礼 时大来道 流离之人 借此虎口 怎算得子 袁公见他出言儒雅 问道 曾读过书吗 时大来道 略也读过 袁公把些古文 盘问他 时大来一面写字 一面对答如流 袁公训过姓名 按道 此人不似麦字的 便道 这不是个养贤之所 老兄肯见教 道寒舍少谈 时大来道 晚生何元 赶望灯笼 袁公问道 时相公有慎行李吗 主人道 客人的行李 向的都在身上 袁公道 既没行李 急同过舍吧 时大来谦逊一回 只得相随同去 时大来道了 袁公家 才知是个名患 袁公命酒饭相待 当晚便在书房住了 此日 袁公出了两题 让时大来做 到了下午 都做完了 袁公见了时大来文字 大家赞叹 道明年科考 就屈尊留下 陪我儿子读书吧 时大来一个飘荡之人 立刻踊跃从命 过了新年 只见袁公道 今年科考 时兄有否也有意试一试 时大来道 公子定然高中 如果不嫌弃的话 相陪也可 袁公就令他改姓袁 起名叫做袁石 考试发榜 袁石做了第一 袁公公子列第三 袁公大喜 第二日 门房来人禀 学到老爷拆了寻补官来说 要请按守袁相公 去衙门交读公子 袁公道 国有此说 门上人道 寻补官还在外面候着里 袁公大喜道 立即让时大来出门和寻补官一路去了 没想到 这学道老爷就是那任之府 他在潮州赚了些银子 谋到这个学道 在时大来考试的时候 无意看见了他 心中疑惑 所以找了个借口 确认一下 时大来到了学道的府邸 就认出了任之府 一时间 局促不安 任之府也未多说 只先聊了两句 就让时大来先住下了 时大来魂飞魄散 但又没办法 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牙内走出一个大叔来 手指灯笼 敲响了时大来住的耳房 时大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 见是一位标志大叔 时大来连忙坐一道 大叔来此贵干 老爷有甚吩咐 那大叔坐下 把头低下似害羞的一般 半赏不作声 时大来道 夜深了 老爷睡未曾 那大叔把脸红了一红 道 你是江西时大来 为何改了姓缘 时大来听的这句话 就似脑门上一个大霹雳 躲闪不及 慌慌地答应道 我是山东本籍良民 不晓得什么时大来 那大叔道 你修满我 你的祸事到了头 还说假话 你时对我说 我特来救你 时大来道 你且讲来 那大叔把帽子衣橱 道 我不是盛大叔 我是衙内小姐 时大来见说是小姐 越发呆了 忙力起身 道 请问小姐到此贵干 小姐道 不瞒你说 自那岭上遭结 妾身被掳 蒙那位好汉送我回来 说道先生是个正人君子 彼时妾从营中出来 家父心仪 断没有完必归赵之礼 虽不明说 待妾礼貌甚疏 妾是女孩家 虽是一块无暇之玉 怎好奇耻 无端风文 彪没期过 家父也不好向人说结亲了 请问先生既是正人 未甚于此辈往来 时大来这才前因后果 都告诉了小姐 小姐道 今晚老父回到衙门说 时大来这强盗又在这里 他前次结了玉 又买主了暗院 今又冒急做了秀才 这强盗伟实是神通 我哄他进来 明早寻见罪过 将他处死 除了这个祸根 此时 妾知不能相救 我有二十两银子在此 你可速速拿去 远走他方 先生快跟我走 孔老父醒来 时大来此时有话也说不出了 直到蒙小姐见联 一日做闲环之报 小姐依旧戴了帽子 叫道寻补官开门 老爷吩咐叫送袁相公回去 大家答应了 开了门 放时大来出去 小姐叫道 封门 那任提学次日起来 发现人跑了 心中恼怒 叫寻补官道 你去到袁老爷家 说道那袁相公我请来教书 不晓得夜来 禁于了衙内物件走了 若在他家 叫他发出 你待将来 若不在他家 就着落他身上跟寻 这是要上书作文的事 不比小可 寻补领命 到了袁家从头说了 谁知那袁公又是个硬烈汉子 听了大怒道 胡说 昨日一个人 明明是他请了去 不知怎么样谋害了 还问我要人 你拜上他 我袁某不是怕人的相患 叫他问一问来 寻补官不敢隐晦 尽情禀了 袁公一气之下 参了任提学一本 那任提学又奉了许多银子 进步大殿 才讨个霸职为民 收拾回家去了 时大来又回到袁公家 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最后中了电视二甲进士 他是利益要做好官 最后任了刑部主事 又将夫人万事接到牙了 这一日 堂上发下一宗文卷来 拆开看 内中批道 黄霞一案 仅要轻见 该司县日严审报夺 以便奏文 吴博持尾 自干最厉 时大来见是紧急公务 即刻提来听审 待到跪在阶下 时大来仔细一看 吃了一惊 按道那人却像丰然子 如何叫做黄霞 戏任一人 见面旁随黑兽 那一步虚然飘飘如故 明是他无疑了 且是审他口气 再做商量 时大来道 黄霞 你为何大胆在天津地方 打劫运官钱梁 还杀了几个骑甲 到如今还庇护活挡 不肯共认吗 黄霞道 这天津未打劫事情 尾时与犯人无干 是飞天夜叉杜小二 这般人翻捕误认 以鹿为马 把了犯人顶他的 曾经吕炳问官 国事干重大 谁肯认错 所以犯人重冤 今生不得见天日了 时大来道 那飞天夜叉杜小二 是何方人 你打听得真吗 黄霞道 怎么不真 他是山东人 若果是犯人 屡受重刑 那有不招伙伴 寻愿自家临死的道理 时大来故意是他道 天津未不是你 那梅岭上打劫任之府的 可是你吗 他如今也在这里告你 黄霞哑了一会 道梅岭氏是真的 犯人认了 却比不得天津这案 杀人结粮 时大来喜道 果然是他无疑了 连忙叫带出去 令日后审 时大来退堂思量道 须拼了这顶纱帽带不成才好 于是与夫人说了 万事道 此人若不能救 亦复何言 高厚之间 纵使不惑 我同你绞经归礼 但博终身 也情愿的 时大来修了回文 送到堂上其中略道 访得天津一案 尾系山东杜小二 与此地黄霞封马牛不相及也 指鹿为马 国事何存 杀人媚人 悲观可去 扶起沿着帆布 另击正范 无辜黄霞 应该饱后云云 那刑不上书 见他是心科尽士 有担当 平日又及轻正 且此言理顺 万不可夺 急批回道 该司猛着精神 缉拿正范 事关重大 刻日结案 无得待缓 黄霞果是无辜 该司在家评审 言保后结缴 时大来满心欢喜 当下即提出黄霞来 道 本思知你冤枉 极力便是 你知道吗 黄霞道 生死虽是小民 冤枉有余国法 犯人知道了 时大来随换镜子 着他取宝 黄霞在客栈里 正满腹疑惑 突然有个仆人 打扮的来找他 黄霞跟着他 来到了一间大宅子 来到书房 一进门 看见那袁爷 袁爷大声叫道 恩兄 你认得时大来吗 那黄霞抬头一看 才认真了 道呀 我说那里 弄个元老爷 这般清白 谁知就是贤弟 时大来道 当初只叫做封燃子 却不曾问你真姓名 那小的姓名又是一撮 这怎样猜得着 两下拜了四拜 又请出夫人来相见 万事千恩万谢 反不过意的了不得 三人喝酒聊天 好不快活 却说那任提学自罢职贤居 他是个好货的 怎瘦得没关的寂寞 又打电了些银子进金 替他谋起付 当时得了众会 正值庄浪道缺 就推他老成之兵 起升了庄浪道兵被赴使 那老任快活满意 那日带了家眷 飞驰道任 参业了巡抚 没想到十大来 已升任巡抚 见报 已知的是他了 那任父使年纪多了些 一片沙帽热衷 只扮得败众 奉承上司 那管他姓名来历 次日任兵道 到巡扰衙门后刊 时大来传令眼门 遂拱了任父使起来 命坐待茶 巡抚道 你可认的当年时大来否 任父使把眼开了一开 仔细认道 犯官久该死了 唯求天恩 开就一面 就跪江下去 时大来道 前世修题 只问你另爱是否嫁人 任父使道 不满老大人说 小女从鲁归之后 无心尘事 久欲削发为泥 犯官不忍相舍 尚在衙中 持斋送佛 世不嫁人 时大来道 这个机会甚妙 学生欲替令爱作罚 唐肯贱许 任父使满口硬称道 大任老爷 若肯提携犯官 还聚得薄薄装帘 重新续及所以报大人也 说罢 又跪江下去 时大来伏起道 还要尊重些 学生做媒 这位令许 却也不辱莫拟 若说庄姿 这道这行计了 不但令许不受 连学生也不便开口 任父使道 一听台试 时大来急至久 去请了封燃子来 此时封燃子因时大来宝剑 入了航武 战功无数 已升任总兵 时大来对封燃子道 一件事 要与恩凶作贺 封燃子道 何事可贺 原来 封燃子这般人聚在气氛上做事 九字是少不得的 这色字上 他却是知若无的 所以 这今尚未谋取 时大来道 要替你做个好媒 封燃子道 你且说是那样人家 时大来道 就是认父使的女儿 封燃子大声道 你忒差了 拿这样脏肿来取辱我 今日何见代之伯耶 时大来道 听我细说 这塞尔小姐 且莫说她姿色 就是那种侠气 也不可及 她自从被掳之后 虽是你的圣德 不曾受污 她女孩难以自明 因这些嫌疑 误她半生未子 这不足恩凶悟了她吗 她却诵经把宿 全未怨恨 就是我那日备幼 生死在寝客间 她不必行计 女扮男装 出来救我 你说这种义气 这般才实 男子们万中也无一的 莫说女子 恩凶为天下其男子 若不寻这样其女子相配 就不是天生一对了 这没我要做成的 修要见怪 丰然子听了这些说话 呵呵大笑求 不亦明珠铲字蛇腹 一听尊命便了 次日 十大来集传之任父使 任父使之是嫁与黄总兵 也就谢了十府台 又往谢了女婿 原来 任父使先前相遇的 都是那属妾狗偷 交谈的 都是逢迎钻赐 极致遇了嫩怜明的上台 又遇着嫩豪侠的女婿 才晓得世上 也有这样一种正人君子 从此以后 一般也爱名如子 是才如土了 时巡抚因替她翁绪调停 这书内既变白了任父使 又阅章了黄总兵之功 朝廷即日赐了蟒狱 加少宝贤 时巡抚用人有功 也升了兵部尚书 加太子少宝 赐上方箭 总督三边 那一日 时总督对着黄少宝道 恩兄 你可记得我一文前几线死地时节吗 我同你如今恩荣几集 若不及早回头 未免饭不知足之辱了 黄少宝是豪迈的人 酒宴做官 说道言之有理 即日上本 意其告治事 朝廷因念其酒任边疆 劳动有年 本上极准 迟亦荣归 5日期 何人 会与 聘